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霍卫君 今天要来和大家聊一聊的主题 是催眠能不能使你的灵魂被交换 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 是因为在上一次的前世回溯课程当中 有一位学员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说我可不可能经由催眠灵魂被人家交换了 大家记住在前面所有催眠的课程直播里面 慧君一直在告诉大家 只有你有意愿的时候才有可能被催眠 然而这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认为灵魂是什么 如果你认为灵魂是可以交换的 你要跟谁交换 那要跟你交换的那个人或者那个物 他有没有可能也认为他想要跟你交换 所以这引出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问题 就是你到底认为灵魂是什么 而催眠在探讨的 慧君说过慧君不探讨灵 但是灵魂又是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认为的灵魂是操控你生命的那个精神 那么你现在能够操控你的精神吗 你为什么会认为你的灵魂被交换了呢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你的说话方式不被别人影响 那么你为什么会认为你的灵魂被交换 这里慧君要特别提醒大家 不要让一些穿着附会或者怪力乱层的东西 来阻挠你正常的心智发展 这里就是我们哲学思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 就是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当别人告诉你说 你的灵魂被我入侵了 那你就相信他了吗 我们可不可以要求一些验证呢 我们能不能思辨一下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也许有些人会丢给你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 比如说你就是被什么附身 你就是你的潜意识怎么样 但是问题是 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一大堆 他自己都不了解的东西 或者他无法解释的东西 把所有东西都上升到零 然后告诉你说 就是这样 不是我讲的 是零讲的 那所有人都不用为自己的言行负起责任了吗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 你把它交给别人 那你当然就被附身了 有道理吗 各位 灵魂交换或者是被附身 这在另外一个灵的层次会均不错 但是在催眠的领域里面 这件事情催眠师是不会做到的 没有所谓在催眠当中灵魂交换这一回事 但是有可能在你接受过催眠之后 你因为自己的想法 假设在催眠的时候 你可能去对抗催眠师的指令 或者是你心中在催眠的时候 一直有非常多的疑惑 很想讲 但是不讲出来 这个时候 你在催眠之后 有可能产生一个状态 就是你会觉得头晕脑胀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你有非常非常多想讲而没有讲出来的东西 你的潜意识在催眠状态之下是放松的 当你在放松的时候 你的精神放松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体验跟自己沟通 很开心的那个感觉 然而你选择不去和自己沟通 然后你选择对抗自己的心情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不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你自己在跟自己打架 所以有些人催眠完之后 他会觉得好舒服哦 我觉得全身都放松了 因为你有做了一个良好的循环跟沟通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哇 你觉得哪里怪怪的 或者是我就会憋憋的 好 那么我们就要回头来问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在催眠的当下 对自己在内心里面 你对自己说了什么 你对自己不信任吗 你对自己有意见吗 或者你出现了一些 你原本想要告诉自己的声音 然后你去否认了自己呢 这个才是慧君最关心的 你是否认同自己的人格 你是否认同你自己 你是否对自己有信心 因为当一个人对自己有信心 当一个人他可以好好的面对自己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很舒服很自在 而你做的决定 就会是符合你自己最大利益的 底下有人留言说 灵魂是什么 非常好的问题 千百年来 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灵魂是什么 有没有灵魂 甚至有人做了 有灵魂的实验 那到最后 用尸体 快要死的尸体 把它放在蹭上面 然后去蹭看看 断气的那一刻之后 少掉了多少功课 四公克 所以灵魂的重量四公克 是这样吗 不是的 实际上是因为 你在 我们在断气的时候 我们体内因为没有循环 所以 那个水蒸气会散掉 四公克会散掉 那就是水蒸气而已 各位朋友 我不知道灵魂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那一个灵的世界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活在当下 我们活在现在 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且我知道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在课堂上 跟所有的演讲里面 我不断不断在告诉我的观众 如果你 你可以 掌握 你的思绪 你 就可以掌握你的人生 这就是我们在 活出自在人生 或者是 不管是 活出自在人生 或者 前世催眠 或者我们在催眠室的课程里面 要教给大家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并且最重要的是 你要控制 你的最大的保障 也就是这一颗 可爱的脑袋 如果真的有灵魂 我相信 它在我们的 心里 它在我们的脑袋里 如果有灵魂 会均相信 一个人的灵魂 希望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不想要和别人交换 也不想要被操控 各位朋友 如果你可以好好地 对待你的身体 你所处的环境 你所在当下的每一个人 那么你的灵魂 就可以得到安定 如果你说那个是灵魂的话 在我认为 那是一个精神体 而这个精神 控制着我们的思绪 如果你有任何观念 你可以一下就转过来 不管你要好的 还是不好的 你可以一下变得很生气 你可以一下变得很开心 如果你说这是灵魂的话 你要跟哪一种交换 你要变成哪一种灵魂 快乐的 不快乐的 如果是我 我当然是选择快乐的 所以 灵魂可以交换吗 在催眠之中 催眠师无法做到 帮你灵魂交换这一点 但是催眠师可以做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 帮你建立更多的自信 帮你激发更多的创意 跟想象力 今天直播到这边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将在下一次直播 或者在课程当中告诉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